根據內地一份研究報告 去年內地直播電商規模 估計達9600億元人民幣 預計今年有望突破一萬億 面對這個龐大商機 由港人跨境到大灣區內地城市 加入直播大貨行列 到底是否想像中那麼容易 像Anson那樣的個體護想發展大灣市場 就可以選擇直接將工作大本營搬到廣東省 在內地自己做直播銷售 不過對於一些扎根香港當年 有一定規模的電商 這種做法就未必禁易實行 所以他們就可能要透過內地直播平台公司 幫他們將商品跨境銷往內地 我們請來了香港一個電商的營運公司 他們也有產品透過香港的KOL做大貨 但他們同時也想將這些產品 打入大灣區進軍內地 也在內地有一間知名的 網紅直播大貨的一個平台方 他們就跟香港的商家對接 這個就正正體現了資源中心的其中一個功能 就是將香港的商家 跟大灣區的資源做一個對接 袁念祖是粵港澳大灣區 跨境電商資源中心香港區的負責人 中心在年初成立 不時都會舉辦視像會議和講座 以及為香港電商提供 跟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服務供應商對接服務 他正正將他有訓練有數的網紅帶貨的人選 有非常好的視頻技術 再加上他結合了他們有一個叫雲倉儲 以及都有支付的系統 作為商家你只需要將貨品 你有一個產品想賣入大灣區 就交給這些直播平台的公司 他就可以一站式地幫你的產品去銷售 國家的十四五規劃 多次提到加快 夠建議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袁念祖說 網紅直播不單止帶動全國產業鏈發展 還成為了內地民眾消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內地其實那個網紅直播 帶貨的發展其實有幾個階段 首先一個階段其實是一些視頻的公司 他們將一些生活的片段做一個分享 就不是賣東西的 慢慢他們累積了一些粉絲之後 他們就開始發覺可以透過這個渠道賣貨 其實以前的賣貨就是由這些視頻 下回一些內地大型電商的平台 慢慢慢慢也都再演變 就是這些視頻是不需要再流量去平台 自己的視頻網都可以去做一個購物 國家目標是在十五年內 內地中產人口由現時四億 倍增到八億 可以預期內部消費需求將會不斷增加 袁念祖認為大灣區將會是香港進入 國家內循環的最佳切入點 電商循環底下 我們會看到很多內地的產品 例如美裝產品 例如保健品 他們會趨向有一個國際化的水平 亦都會在品牌方面 越來越與國際接軌 但是價錢相對經濟 香港又好大灣區做電商的朋友 如何把握在產品上的提升 從而可以造就到一個市場空間 這都是電商學業的朋友 應該要關注 為了防範挖眾取寵等的 不良直播帶貨行為 內地近日加強監管直播帶貨等網上營銷 規管主播在直播中的亦然一行 內容到底包括些甚麼 為了倒絕假貨、次貨問題 內地當局五月起 實施網絡直播營銷管理辦法試行措施 要求直播間的運營者 直播營銷人員要真實、準確 全面地發布商品或服務訊息 平齊規管直播平台 和直播人員一定要年滿16歲 而16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士 或是申請成為直播營銷人員 或直播間運營者 就一定要經監護人同意 香港電商聯會主席袁念祖說 就算主播在境外做直播 不只要支付方法和直播間平台設在內地 一律都會受到規管 雖然他是香港人 或是在境外 但如果他所用的視頻網 或是所用的伺服器 是在內地的 那個伺服器的服務 都要受到內地規管 當他做食貨、大貨時 他選擇用怎樣支付 你要用中國銀行轉帳給你 或是用中國電子錢包 也會受到規管 所以其實那個法定性 是在乎你執行這件事 是用哪個地方的工具去做 另外當局役會安排專人 實事巡查粉絲數量多 交易金額大價 重點直播間運營者 又會延長直播內容保存時間等 加強監管 再次回予告